翻覆的汽車橫躺在逐60線道上 熊熊大火 從車身冒起 消防隊派出救護車跟消防車 到達現場後發現火勢相當猛烈 立刻拉起水線進行搶救 三分鐘內控制火勢 雖然盡力搶救 但車內駕駛已經無聲明跡象 我們接獲到指揮中心的通報 大概是18點10分的時候 是汽車火警 地點是在我們千石箱逐60線 大概5.5K的地方 到達現場的時候 那個火是已經完全燃燒 尖石消防隊小隊長研判 這次火燒車事件是駕駛撞到山壁 車身反覆後導致油箱破裂才會燃燒 加上山區傍晚視線不明道路狭小 疲勞駕駛容易發生事故 我騎摩托車比較要小心 比較不好 因為霧比較多 有時候開車開快一點比較危險 距離事發地點約10分鐘車程的梅花村民表示 逐60線道最近早晨傍晚容易起霧 行車速度過快容易發生危險 和事發真正原因為何 警方目前還在釐清 記者納布法號行竹兼10採訪報導